台博旅游泡泡破局之后 各界关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国旅游 交通部观光局表示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 在疫情冲击之下 大约要2.5到4年才会回复到2019年观光水卷 也就是说最快也要2024年才可能恢复全球观光 主要关键还是疫苗什么时候研发出来 有学者认为明年仍然以国旅为主 2022年才可能有旅游泡泡 并且以邻近的亚太国家优先开放 不过旅行工会指出 如果明年边境还是无法开放 到时候全国恐怕千家旅行社将面临协业 碧海蓝天拥有世界首区一纸美景的帛琉 原是台湾观光旅游业的一线希望 旅游泡泡破局后 大家最关心的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旅游解封 有学者认为明年仍以国旅为主 后年才可能有旅游泡泡 至于恢复常态的旅游 最快恐怕要2024年才有希望 真是这样吗 目前的预测大概都是预测国际旅游 要到2024年才会回复到2019年的水准 呈现Nike型的复苏 等到疫苗出来 等到这个疫情趋缓之后 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来开放边境 但在疫苗问世前 若想旅游首播旅游泡泡 目前规划以飞行时间三四个小时的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亚太国家优先 确定防御安全无余后增加旅客信心 才有可能延伸到纽澳及欧美等长城线国家 不过有专家就说 若要2024年才恢复观光 恐怕全国有千家旅游社会协业 不只民众闷坏了 听到至少要在四年才有恢复原本的业绩 旅行社的脸也绿了 恐怕在疫苗研发出来前 全国官吕业还有一段常务要走 记得邱优廷干日地台北采访报道